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2日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农姐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新冠肺炎疫苗的AZ第二剂的接种已经开始施打 那么县长徐珍为22日是来到了吉安国小大礼堂来进行接种 那么县长也呼吁乡亲能够踊跃上网预约接种 才能够维护这个民众的健康以及家人的安全 新冠疫苗第二剂已陆续进行施打 而位于吉安国小大礼堂的四大点 22日有339人预约接种 县长徐珍为也呼吁乡亲能够踊跃上网1922预约登记 施打疫苗维护家人的安全,请民众的健康 不良的副作用 睡了42个小时 睡了两块钱 所以今天登记了我们AZ第二剂 当然珍为也要再次呼吁 如果您的第一剂是造册来施打 请造册施打的民众一定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先做意愿登记 做了意愿登记以后 在1922才有登录您的资料 之后第二剂才会通知您来施打 所以这里还是要呼吁乡亲第一个 疫苗的施打一定要上1922来做施打的预约 那如果在第一剂您是造册来施打的话 请记得第一个程序要先做意愿登记 再来才会有预约登记 那为了让我们国家更安定地方 更平安家庭更喜乐 所以请我们的乡亲 一定要来施打这个新冠疫苗 守护自己的安全 就是守护国家以及家庭安全 同时花莲县卫生局也呼吁民众 能够尽快完成第二剂的疫苗接种 并且也强调在接掌疫苗之后 要注意身体的不适状况 有任何的身体不适都必须立即就医 记者林杰吉安乡采访报道